这是一张非常震撼的照片 你能看出他的恐怖之处吗 我们稍后揭秘 山姆周末在海边度假 当他用手机自拍上船朋友圈时 身后的海水里窜出一个不速之客 他的生命定格在45岁 墨西哥兽医埃格拉尔 想要拍一张让人印象深刻的自拍照 他拿一支真枪摆POSE 结果不小心朝自己的头射了一颗子弹 长年28岁 美国24岁准新娘 克莱特与豪尔开车准备去单身派对时 在车内自拍刚上船网站 下一秒迎面撞上的一辆大砍车 他们当场身亡 15岁荷兰少年斯莫尔 和母亲在飞机起飞前自拍合照 并传给同学看 谁也没料到 他们之后遭受了空难 2018年 印度伊男子与火车自拍 被急持的火车撞飞 身受肿伤 不止身亡 在印度的奥里萨邦 一名印度学生因为自拍 不慎跌入峡谷 由于男孩不会游泳 又没能及时获得救助 最终不幸立亡 1996年8月8日 星月道夫正在野外的帐篷中休息 突然 一头棕雄闯了见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选择了拿起相机记录这一切 一队急持的火车冲下断桥 幸运的是 拍摄者所在的车厢只是侧翻 并没有坠落 2004年 就在印度洋海啸发生前数秒 这些游客 还在望我的拍照 而身后海密 陶天海浪正汹涌逼近 亚历山岛 在野外 被狼群逼到悬崖 自知走投无路的他 拍下了最后一张照片 2013年 澳洲热气球爱好者组织活动 当其中一个热气球 失控撞向山体之际 乐观的当事人拍摄下了 生命中的最后一秒 这是一张让人窒息到绝望的自拍 溺水者在海里挣扎着 慌晚中 无意触碰到相机快门 记录下了人生的最后一刻 西班牙最出名的斗牛运动 危险更是出了名的 这张照片是 一头斗牛冲向拍摄者 按下快门的瞬间 他的生命也定格在了这一条 这是一次惨烈的事故 吕克正通过一座吊锁大桥 突然桥梯断领 桥上吕克应声坠入身坛 回到开头的那张照片 这实际是无意拍到 911恐怖袭击撞击大楼那一刻 多少生命随之隐落消失 看到这 让人感叹生命如此脆弱 意外和明天不知谁先到来 活着的人有什么理由不乱生魂